今天是第八次上课 那前一次上课的话主要就是 讲到有刚刚那个开放资料的下载 那其实光开放资料里面能够用的资料就非常多 因为政府单位在开放资料上面 好像我印象中至少放了超过五万种的资料 也就是说每一个资料都代表一个 你可以拿来当成是练习的一个范例 所以里面其实非常非常多 当然呢最简单的就是CSV 因为前面都是CSV的结构很简单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字档 纯文字档 那差别只是说它分格符号是 用所谓的逗点分格开来 OK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把它切割就可以了 那再来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是把那个什么 一样呢就是在结合那个资料库写入部分 那不过呢前面的列习 多半都是利用那个档案的方式 也就是资料来源的话 不是来自于网路而是来自于档案 那来自于网路跟来自于档案的差别 主要就是在什么呢 这个档案基本上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其实它稳定性基本上是比较高的 因为那个档案是你放的嘛 或者是你下载的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要爬网路资料的话 那当然会有几个可能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呢这个档案是放在这个就是别人那边的主机啦 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就是说呢 那个档案如果假设连结失效了 或者是说那个主机它可能关闭了 它没有开启或者是什么 它挂掉或怎么样 你就连不到 那再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那个主机哦 因为我们常常爬虫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爬虫通常是用这个程式写出来 所以它执行效率很快 比较快 所以有的时候哦 那个主机上面如果你存取数量 就是假设你下载的存取数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那那个server会认为说 你可能是 它有时候会把你爬虫就直接挡掉了 那也就是可能把你的那个连线 就当成黑名单 那把你那个这个IP位置 就把你封锁掉了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好像练习到一半 突然之间本来可以连的那个资料 突然间就不能连了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哦 那目前看起来呢 那开放资料好像比较没有 不过之前抓那个 那个雅虫股市资料就遇过了 因为大家一起连到那个雅虫股市 然后一起去抓那个雅虫股市的网页资料 结果呢 练习到上课到一半的时候发现 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没办法抓资料了 然后显示出来连线失效 然后呢 你用手机连又可以连 原来是因为我们连的次数太多了 那抓的量太大了 然后因为呢 用爬虫哦 它的那个抓的时间回旋跑非常快 等于是说人来点的时候 不可能点那么快嘛 就是一下子全部可能 几百页资料全部爬下来 而且不到一分钟就全部一百多页啊 几百页的资料全部下来 那当然呢 不合理 所以它可能现在有一些主机比较敏感 它会认为说 你这个可能就是爬虫 那爬虫的话就把它挡掉了 所以会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啦 所以将来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不然你就先找别的资料练习看看吧 不要一直 要不然就是说你赶快把你的电脑的IP位置换一下 怎么换比较快 如果你现在是ADS的话 你就把ADS的关掉重开 它如果是浮动的话呢 它又重新给你的IP位置 那你又重新又不同IP上去 那连线可能就成功了 再不然的话 其他还有很多方法啦 不然的话你就是去连那个什么 现在有所谓的那个Prosity Prosity就是所谓的那个赞成伺服 有点像那个你要翻墙嘛 我们不用翻墙 假设需要翻墙的人 他会找Prosity 所谓的代理伺服器嘛 它连过去它的IP位置就不一样了 当然啦 这个就是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我们会说一下 那另外的话 上个礼拜我们有把那个什么Excue 就是写入的速度 人家加快的话 其实是可以用Excue Many 不过这个当然前提我讲过 就是你如果要写入的资料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可以用Excue Many 这个方法 另外的话呢 分析历年来的那个 就是这个切诈按键的增减 那当然呢 我们其实除了说可以用Excel来分 因为Excel的好处就是说 它分析的环境比较直觉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说 这个环境是要钱的啦 因为Excel其实是一个付费软体 但是Python不需要付费 所以后面的话呢 也许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假设我用Python来写一样的事情的话 该怎么做 比如说 书能有分析表 那我们怎么样去替代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改成用那个爬虫的方式 抓取资料 所以呢 请各位 一样就开启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这个城市 我们上个礼拜是写入的部分 是用那个开档的部分 然后把它切割完之后丢到资料库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那个开档 因为开档变成说 你每次都要去网路上去抓这个资料 然后呢 再把它放在指定的位置 比如说放download里面 然后才能抓得到 但是这个步骤变成你要多一个动作啦 就是说还是要下载档案到 有没有 我是放在download 这个目录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档案 才有办法开启 那假如说我今天不要这样做 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连结 我直接就下载下来 所以下载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我需要找到那个 汽车切到按键的那个连结 的地方 那这个连结的话呢 当然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从那个开放资料里面去找 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里面 这边就有了一堆 还有台北市的内政部 那什么叫开放资料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边就切到 那切到第一个好像就是我们找的 就是这个 汽车切到点位 那里面的话就是在这个连结里面 他这个 然后他这边会有一个是检视资料来源 连结在这里 OK 然后他是big5 OK 他底下当然他还有提供XM跟Jason 所以 假如说你要用别的方式去抓取 那也可以 不过我们练习的话先用这个 那就把这个连结复制一下 并且把它贴到我们的那个request这一段程式 那主要是利用request的get方法 request里面把这个连结贴上 然后记得那个编码方式一定是CP950 因为这个资料 他是用big5 那我们一样把它抓下来 OK 这个地方把它print 让它 读取然后输出 不过呢 这个时候呢 出现乱码了 为什么乱码 结果跟各位讲过 我看一下他上面说明是不是 他明明说用big5 那我们用CP950为什么乱码 那不过如果假设啦如果你遇到乱码有个简单的方法 改一下就好了要不就是CP950 要不呢就是什么呢 UTL58我们试试看好了 换一个编码方式执行一下 CP950 那有可能是我这个连结是抢夺的 OK 不是那个什么汽车窃盗的如果是汽车窃盗我贴一下 假如说我是汽车窃盗的话 那我把它贴到这个连结 Gate后面这边 然后记得后面留下这个双引号 在这个双引号里面贴上这个连结 当然我如果用UTL8 执行的话 那他会怎么样乱码 所以记得把它改成 CP950 OK 这边的话 要其实主要 这两个其实基本上就很够用 OK 执行 这样就出现了 那如果说今天 假如我今天这个资料下载下来了 总共大概500多笔 那如果这个资料呢 一样我希望呢 要改变之前的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之前的程式 这样就是 我先开档 开档的部分在这 上面是应该是见资料库 见资料表 然后有五个栏位 然后再来就是开 开那个 我们的档案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开档案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我直接去连 我就 不需要去开档 而是直接去连 然后并且呢 直接连 直接就是怎么样 直接就把它写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呢 这里恐怕 需要变更的部分 就是第12行 到第15行 OK 所以要怎么样 其实最后呢 我只要把那个什么 下载之后呢 再切割成什么 切割成第12 所要的这种状态 有没有第12里面 所以 我们看一下第12 这个地方我把它 这个注解掉 那print出来 也就是下载完之后 假如我可以把它变成那个第12里面看到的结果 第12长 对 这个是 第12 里面的话 就是 涨的就是把这些东西 应该是放在 放在那个 我们的 里面了 OK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资料库 这里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让大家看 这里就是 也不知道 很危陰 下秋 遅 这里 帅 都 都